海外投资商大幅减少,澳洲公寓没人走了吗? 嗨,我是Ibi,这里是新绕财,一分钟了解财经热点。 国际房地产公司来访最新的数据显示,2020年澳大利亚开发商在住宅用地上的投资仅为41澳元,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了183%,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海外投资的大幅减少。 目前海外住宅地产投资已经是降至了7年来的最低水平,仅为5亿澳元。 而这一现状也将直接导致了未来几年公寓供应量的减少。 但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改变,将会进一步地使澳洲的公寓建筑行业在未来的4年内减少3万个工作岗位,以及可能会减少约5万套的房屋供给量。 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委员会正在积极地呼吁州政府采取措施来刺激该行业,其中包括了减少国际投资者的投资附加费以及改进规划流程。 那你觉得说一旦疫情好转,澳洲的国门开放了,海外投资者是否有意愿重新回到澳洲住房市场来进行投资呢? 大家可以订阅澳才给我们点赞,并且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